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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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就来母亲节了 大家准备了买什么礼物给妈妈 或者给自己呢? 我还在想送些餐具给妈妈 还是送些他们最喜欢的金器呢? 我就一早看中了这份礼物 叫他们买给我,早买早享受嘛! 如果还没想到送什么给妈妈的话 我这么喜欢做些小手作 又有什么推介? 20元两盘花比送杂花 和一起出去看母亲节礼物 当然不少得 煮一餐好的食物给妈妈和自己 喜欢逛街看东西 还有看我怎么准备母亲节 就继续看下去啦! 没去错地方了 这里不仅是买书 还有什么购买? 最近他就放了一些櫻花系列的东西 我就当然给些餐具吸引住啦! 无论我自己和妈妈都很喜欢买餐具 我见到他有几只櫻花的碟 是美龙霄来的 看这只櫻花杯 都好漂亮呀! 讲开这只美龙霄的日本制餐具 其实在12元店都可以买到美龙霄的 继续看下去都会有分享的 咦?櫻花树来的 980元!好贵呀! 这个植物杀手 都是买回入门版好了 还有送给妈妈 毛巾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个金字毛巾 全部都是日本制很远熟的 除了刚才商务的櫻花板 其实在一田百货里面 都有很多金字毛巾 那商务折了这一套櫻花毛巾都算划够 我看下去日本 见不见到有些便宜的金字毛巾才买 现在这些大肉巾卖280元 长的毛巾卖90元 讲回餐具 在商务邪对面 有家专买日本制的百货 这里有很多款餐具 都是美龙销的 我每次进来都会逐个逐个碟 看下不买都可以欣赏一下 它不是全部都很深色 譬如好像这款就浅色些 我自己就偏好一些 復古味重些 譬如好像这款 卡通人物 暂时只见到Sloopy 如果有Hello Kitty我一定会买 不过这款Sloopy碟很漂亮 其实它做出来很多日系的pattern 我都很喜欢 不过选择困难之下 我都是偏向这个 復古风好了 这款超復古 可惜小了 如果大了就好了 大家喜欢餐具的 就可以去这间看看 在12元店找美龙销 真的要看它何时翻货 你又遇不遇到 和每间分店翻的东西都不一样 譬如好像今次在希尔顿 这间只有一只黑色的美龙销 和这个拉面碗 如果12元店要买35元 右手边的款和pattern都漂亮很多 原本想着忍手过两个月去日本才买 看看看看拍片忍不住 又买了一只回来了 买了一只21cm 平时用来放松刚好 就是这个復古风 买的时候真的要多选几只 很明显我就买了左手边这一只 这个真是无意中走过一间 不是经常走的12元店 又被我找到这只美龙销 不过就是小碟 趁新买还有一张贴纸 就给大家看看 因为刚才撕开了 底部就没有像这一只碟 那样印着它的蜜头 蓝色这只就是今次新买的 你看多漂亮 这只樱花碟是之前买的 让我发现原来这只都是美龙销 因为它的底部没有印着蜜头 所以我都不记得了 好 先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看日本餐具 可以留言告诉我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才拍片再分享 好 接着就说说花 母亲节会不会送花给妈妈呀 最简单经济的 可以买包装好的一只花 其实花一点时间 心思20元都可以做到一盆花 这日出花区 我朋友买了这盆看奶 轻换了盆送给妈妈妈 又或者像这些10元盆 有不同颜色的叶 砌成一盆 也很漂亮 看这些花腩多漂亮 可以就这样买也行 如果想自己DIY的 就像我这样买两盆 便宜的 10元就有一盆 虽然不同品种 荷兰的加洛花是贵的 最后DIY成点 记得看到最尾 母亲节这餐提早吃 现在就说说我做了些什么 让妈妈吃到不停地树起手指公 鲜梨碗汤 重涌龙汤包刺 瑞士汁咸猪手 黑醋香铲骨 还有个懒盘炮椒猪手粒 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 怎会辛苦自己呢 同下老根用最简单的方法 去做一餐豐富又好吃的晚餐 不是外卖 在家轻轻松松 可以吃到新鲜热辣的好东西 不用解冻加热就可以吃 妈妈吃得开心 我又煮得轻松 连入厨伸手BB都做到 刚才那几道菜 就是这个天赞香港品牌 香港制造 品牌背后原自连续两年沉获 平为米芝莲一星的龙普饭店主理 36年来 铝获薯榮 它怎样可以做到 好像在餐厅吃那么美味那么新鲜 和一般急冻的即食包分别是 它是用了创新零下-90度的所先技术 可以拆住鲜嫩的肉质 吃到原汁原味 做到200分的口感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没有额外添加美精、色素和防腐剂 无论自己吃给妈妈吃就更加放心了 首先开一下这个包刺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实物 它除了有重拥之外 用无激素蓝黄鸡 用澳洲西边液排刺 8小时老火熬制 放下水加热或蒸也可以 拿出来隔着袋子都看到这一排大排斥 后面这瓶就是个农汤 好,等我加热之后 看看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 哇,这么快就煲好煲汤了 所有包装袋都可以直接放在热水里加热 一包就一至二人份 我这里就有两包 倒出来就有这么多汤了 你看看牌齿 完全不会熟了水 份量非常足 这里有两个大汤碗 倒完之后 里面的锅大约还有两碗 这个浓汤除了香之外 入口还会粘住嘴 所以一定要趁热喝 另外那个小煲 好,我拍完影片 胶质已经粘住了 最大盒的就是这一只圆的瑞士汁咸猪手 这个是用了德国的咸猪手 用8小时浸泡的方法去煮 所以吃下去甜得来又不会腻 怪不得盒这么大 你看看猪手有整只手这么大 肉还好厚 好,立刻加热看出来是怎样的 新鲜热,小心热 我都要戴上手套 袋里面加热的瑞士汁 当然淋上去吧 煮了8小时 一定又淋又入味 我妈妈换完牙 不吃得太硬的东西都说 入口都已经 照几照就吃到了 德国猪手真的特别大 有口肉 切开一片片多几个饮食 绝对没问题 接着就到这个黑醋香橙骨 听名字都知道酸酸甜甜 非常之开胃 这个加热方法除了煮和微波之外 如果有气炸锅的就一定要这样加热 做出来真是很好吃 现在就立即放入气炸锅炸给大家看一下 袋里面有些黑醋香橙的酱汁 如果不是整包加热 好像我用气炸锅的话 用小盆栋一起放入加热 跟着指示中途反一反再烧 其实打开袋的时候 已经闻到很香的黑醋香橙的酸甜味 口水已经涌出来了 焗完之后 你看看肉 多香 隔着屏幕都可以看到 用气炸锅炸出来的香脆 真是一块块排骨 有肉又有骨 又不会粗 煮得刚好 一咬就咬出来了 黑醋香橙 刚好 不会好酸 非常开胃 不用点刚刚加热的汁 就这样吃 已经很好吃 如果喜欢吃辣的 就可以试试这个 可以就这样冻吃的 泡椒猪手粒 也可以加热才吃 开出来就是这样 一大包 我就会选冻吃 我已经早一天放在冰箱里 不过仍然是结冰 现在用水浸浸浸浸浸 它是用了24小时冰极浸泡 它的泡椒汁是古法避浸 开胃爽口和酸辣野味 天气开始热 这个泡椒汁辣辣的 很适合现在吃 所以我只夹起猪手上碟 那个汁留下一次浸浸浸浸浸 购买的方法都很容易 可以在天赞的网站 或者HKTV Mall 买到 说回我的母亲节礼物 一看就知道哪条是 这条是送给两个妈妈 一个是我妈妈 一个是粉丝巴的妈妈 刚才有没有见到我妈妈 竖起手指弓的时候 那只手啊 就是这条链 另外一粒招财猫 就是送给粉丝巴妈妈 因为它本身有条手链 所以穿在一起就可以了 怎样都要有仪式感 粉丝仔有夹钱的 所以叫它帮我带起它 原本想着只是买个HELLO KITTY头 但见到这个蝴蝶结实在太漂亮了 忍不住买多一粒 好,接着就继续做下这个母亲节花篮先 我就买不到个篮 但在12元店见到 这个花盆都很漂亮 可以放到两盆这些花仔 等我去买了些泥 拆了盆出来 放进去加一些泥 铺一些石仔在表面 就不会很多蚊子 现在给个初形大家看看 我又试过分开两盆放 都很漂亮 前面蓝色的陶瓷花盆 在淘宝买10元有4个 那天我们三个人慢慢走 走了两个小时 收获就是这些 我还买了这个碰碰香 养一养叶叶非常香 还可以驱蚊虫 朋友的盆更漂亮 我还等花盆回来 这个月14日就是母亲节 无论选择礼物也好 和妈妈吃饭也好 其实最简单最开心 在她身边陪陪她 已经足够了 最后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今集的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喜欢的 记得给个like share 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